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最近被美国打得很惨 那这个就是 去年有5700家被注销的大陆晶片企业 比2021年3400家 这些大部分都是IC设计公司 那这个过去8年的晶片行业 进行了865笔的创投的融资 那这种IC设计公司 就是我们所谓的5厂Fabulous 就是大家就能够设计就能够去做了 然后就交给中兴代工 那你现在这个你设计 你高端的设计没有办法了 因为中兴没办法帮你代工 你也没办法交给台积电代工 那所以中兴的营收也减少了15% 今年第一季又减少了12% 所以美国的确是把大陆的晶片的市场给打伤了 那第二个大陆现在打造半导体的生态系 所以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大洗牌 但是这个里面长期来讲 大陆是短空长多 台湾的话是短多长空 那我们下期再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